我們今天從昨天講到今天 在講蘇茶會的這個發言 那我也要請問一下歷史哥 因為他也說呢 國民黨是否對中國表達抗議 面對這樣的惡霸 還好意思要台灣人來跪著求和 那另外他講到說越界的 跟拿著秋海棠談領土的是同一群人 他當然都想要把他拉到就是 是國民黨害的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喔 說越界的 對不對 同一群人 是誰說越界 而且行政院發言人說的啊 他就說我方闖入了大陸的休於其水域 提醒漁民不要違反陸方規定 但還是呼籲陸方要記得 體恤我們漁民的辛勞 換句話說政院已經自證了嘛 就是我方去闖人家的水域 而且我們已經定調 我們就是單純違規了不是嗎 來首先第一個 我要先呼籲 起聖哥剛才講的有沒有 這個我是做我昨天提的 第一時間我就寫了 台灣漁民連人帶船 竟當我國海巡面前 被中國海警強行叩回 強烈支持直接開槍打爆共匪 藍白不要再跪舔跪求而平 好不好 所以在那邊禁告 國民兩黨的這個立委 不要再跪舔了 知道嗎 直接開槍了啊 第一集現在就下方都連擊了嘛 對不對 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剛才起聖哥講真是深得我心喔 第二個呢 這個非常好 書巧會你就繼續幹 所以第一件事情 黑熊部隊啊 要掉路燈啊 是掉我們在場的幾位嗎 不 先去行政院把他調起來 先去海巡署 把海巡署的這個發言人調起來 除了海巡署的發言人 講了半天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漁民越界 不是嗎 講了半天最後就是漁民越界嘛 所以其實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一樣啊 急了 急爆了 他們一邊要抗中爆胎 但事實上做不到變抗中爆胎 現在要趕快怎樣 趕快拿東西補起來 要把那個氣打進去 不然輪胎要落空啊 塞不走 可憐啊 外面發動輕了 昨天也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場 人數太少了 最後連最側翼的 那個燉白牙都跑進去了 對不對 可是沒有效果啊 今天關在那邊自害 有什麼屁用呢 所以我是覺得啦 今天面對這樣的情勢 他只是個剛開始而已 民進黨你以為 對岸是只是這樣玩嗎 我非常認同 像包括亮哥啊 剛才這個漢庭都講到說 這個是對岸的海警 就是照常執法 我跟大家講沒有錯 但是也沒有權對 為什麼 全貌是什麼樣呢 第一個 公事不公辦 是過去 作為對岸的執法機關 對台灣人的兩個字叫陋襲啊 長年以來的陋襲啊 所以對岸老百姓很不爽啊 哪裡不爽 奇怪了 禁雨期 為什麼要禁雨 因為5到7月 甚至現在延長到8月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時期的中國沿岸的河流 有大量的宅至上游的衝擊物 那這些大陸的這些沉積物 充分衝到海裡之後 它會順著中國沿岸流 分配在這些港灣澳 所以有大量的漁苗仔 大量的浮游生物會繁殖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用這種絕護網 就是我們傳統說的流翅網 一網全部打進 而且台灣漁船多狠 你知道嗎 它補我們自己的海域 可能不敢這樣玩 因為這樣玩會出事 會被罰錢 可是它補大陸那邊的海域啊 它是流翅網還加什麼 還加托底 就連海床都可以刮得一乾二淨 然後最好笑的是 中國海警 把台灣人關得死死的 過一條線旁邊50幾艘的 把人的漁刺不掉 真的把人的漁刺不掉 把人的漁刺不掉 所以人家羞於他來爽 早就要被抗議 現在其實對岸的老百姓是很不爽 對岸老百姓現在不爽什麼呢 不爽說 你這把漁船扣我回來 你這軟蛋 他說不對啊 不是中國海警 已經把漁船都抓回來還軟蛋嗎 他說不是啊 你海巡為什麼沒抓 海巡闖進我 我們大陸的管轄範圍 你怎麼沒抓 那海巡來兩艘 還給我看到近江沿岸的燈光 你沒有把他抓回來 他是非法闖入啊 他有跟我們申請嗎 我看到中國 現在大陸這個什麼 民情洶洶啊 大家還是在罵 我也以為說 這個時候不會被罵對不對 因為對岸有三大單位 長年被罵 中宣部 櫃台辦 還有這個中國國主 這三個就是對岸的 這個被罵三兄弟 現在可能要再加一個中國海警 如果他們不好好處置的話 就這樣啊 台灣長期以來都低估對岸的民眾 民間的心聲啊 我們都以為啊 習近平跟我們 咖哩手一樣 所有十四億的人都說咖哩 還是補台去讓人都買人 這樣人來人去 好像都是假的 那些人14億人都是空殼子 都是拿AI在操作他們的腦袋刮 鬼扯啦 你要是去過 你隨便跟他們開出租車的 他們叫小哥或叫師父 你要聊一下 他砍的比你還多 他們罵的比你還兇勒 真的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他們只是說 因為對岸就是言論管制嘛 一黨專政嘛 所以不能 隨便公開批評聖上 會殺頭的 但是私底下 大家還是有心情的 這些會用陰陽怪氣的方式 他們的禁辭那太多了喔 所以這些情緒 現在老公是漸漸不管 而且其實也管不太動 講實話是這樣 因為你台灣人 尤其是民進黨主政這幾年 太過分了嘛 連絕戶網都超出來 你知道對岸的海菌怎麼發布 他說遠小於我方規定的網目大小 什麼意思 人家可能規定這樣 你給他用這樣 當然已經被抓啊 所以這個不是單純的越界啦 其實對岸不是說抓你越界 對岸就是不能捕魚 因為對岸的漁民來講 沒有什麼越不越界的問題 而是就是不能出海的問題 大家要正視一下對岸的民意 14億人民的憤怒 跟你2300萬人的憤怒 更況 其實我們六成的老百姓 是不希望民進黨四成亂搞嘛 但是他用憲政的格局綁架我們 賴清德本來對中華民國憲法 是不屑一顧嘛 他說是災難嘛 中華民國是災難 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是災難 那為什麼現在用得很爽呢 當然很爽啊對不對 有得爽的時候 我還說他災難嗎 看看陳菊 說他廢考間的是你 爽著當監察院長也是你 跪了你醒了你 要好都鬆到你 有這樣喔 真的憤怒沒有下去的故 今天剛好被人家當頭棒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震驚的是第一個 你要去正視對岸的民意 逃不過的啦 再這樣下去 當然其實有些比較極端派 然後說雪崩之下沒有一壁雪花是無辜的 那可能連我們就主張兩岸要交流 要和平往來的人 到最後都被他這個洪水猛說給撵過去 那到時候就來不及 所以我這邊也要跟所有支持 兩岸要和平交流的朋友 一定要不管你的立場是什麼 因為和平交流也有台獨的嘛 也有台派的嘛 也有統派的嘛 各種派系都沒有關係 大家請記住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如果你不站出來 阻止民進黨的狂言狂語 未來真的我們會一起承擔這些的後果 我們都坐在台灣上啊 逃不掉啊 我30年防弩耶 根本就背道爽對不對 最近這個 這個什麼 新清安又把房價又抬高了 你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中國海警還有很多事沒做耶 第一件事情 我剛剛講海巡沒有扣 下次會不會扣你海巡 扣你海巡剛剛好 因為真的啊 你看他這次出動船嗎 146什麼的 那就600噸以上 對啊他分的很清楚 這個開頭是雙位數的 是地方海警 現在只有出動地方海警 中央海警是那種四位數的 那四位數有望頓級的 看你怎麼煩 所以現在他們現在中央海警去幹嘛 去南海打菲律賓人了 菲律賓人現在打到手指頭 大母哥都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他們現在中央海警在忙 所以他現在只是拿地方海警 在處理你 那你現在就哀哀叫了 那我跟你講還早 當然我必須說啦 我絕對堅定的站在我們的海巡 弟兄旁邊 但是一個蠻含無能的上級 是值得譴責 而且呢管碧林 這個時候突然又不扛責任了 我覺得很可惜 周美武前署長就這樣子 退休了 真的很可惜 因為他其實是真的 比較為弟兄在著想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現在是人家來逮捕我們的漁船 我講的就是一個海上逮捕行動 那未來如果我們海巡要去抓人家的 這個漁船 結果對方直接打電話 call他們的海警 那對方海警來 那請問你海巡退還不退啊 你的執法權真正上司不打緊 萬一把你的海巡也call回去 你受得了嗎 這第二點 第三點 現在還沒有擴大執法耶 他先期階段是怎樣 先宣示 其實對方在做事情也是很 1234 ABCD做得很清楚嘛 我先進入你的進限制海域 我否認你的進限制海域 他的說法是從來沒有這個海域 然後呢 再來呢我就開始執行我的法規了嘛 所以未來金門跟澎湖 他包括馬祖 還有包括甚至台灣的漁民 要到對岸的相關海域去捕 可是可能會再擴大啦 請記住一件事情 請配合對岸的法律 因為這是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 這個是我們海巡告訴我們的嘛 他說我們越界了嘛 那我問你喔 那條界現在化在 所謂領海基線 也就是進去是內水 外面是領海 然後接下來下一步 要是要化在領海基線呢 再化在比聯區呢 再化在EEZ呢 你頂得住嗎 我跟大家講 現在日本人根本進不了 釣魚台裡面 為什麼 完全被弄出去嘛 所以未來擴大執法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最後我一定要有件事 我要留下來譴責一個單位 就是海巡署的那個發言人 垃圾 他昨天竟然講什麼 大家知道嗎 他竟然說 日本在釣魚台海域被中國的海警給驅離 釣魚台是日本的嗎 是中國的嗎 是我們台灣的吧 你應該是驅離中國海警 跟驅離日本船隻 兩隻狗在那邊咬 你還在那邊說 好可憐日本被驅離 爛死了 真的 這一天我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可能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美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